又出现了疑似是保姆不当对待婴儿的案件了 基隆有一位苏小姐因为是新手妈妈 产后她透过网路找到了一名道府服务的王姓月嫂 她称自己有四年的资历 而且照顾过二十位宝宝 起初也没有异状 但是后来这名妈妈发现说 保姆拍格的做法竟然是把婴儿抱起来猛摇 而且她拿画面来质问对方 她还装傻 让她也怀疑说宝宝的口腔出现了额口疮 可能是保姆用洗澡水来清洁所导致的 而事后经过调查 这名王姓的月嫂根本就没有合法登记 凌晨十二点多 宝宝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没有睡意 只见保姆把她抱起来摇晃 但力道之大 现实上下在左右 女婴就像被吓到一样满脸惊恐 双眼睁大 看到这一幕家长的心都碎了 就担心自己的宝贝有个万一赶紧带她到医院检查 甚至怀疑之前女儿的额口疮是用洗澡水清洁引起的 小小年纪遭受这样不当对待 让她好心疼 住在基隆的苏小姐因为是新手妈妈 为了让自己和宝宝得到最好照顾 才会透过网络找到服务的月嫂 一开始看到她受出满满证兆 经面试后录取 没想到近视耳梦一场 受经查王兴保姆根本没有合法登记 如果真的涉嫌不当对待最高可处六十万元 不过像照顾这样的新生儿该怎么做才恰当呢 虽然说这名王兴保姆面对家属质疑都疑似装傻到底 但证据会说话恐怕再多的辩解 也无法改变她非法照顾一事 现在女婴的爸妈也不排除报警提告 华新闻正右前基隆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